開放公園 甚至乎學校 讓多些藝術家可以在這裡做畫室 教畫 我覺得空間這個問題 如果善用一些非住宅的公共空間 馬上有效果 亦都立即開做 我覺得會令香港很多藝術家 多些歸屬感 亦都跟社區有多些互動 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是開放公園 讓藝術家去做藝術活動 而這個亦都可以延伸到體育 都應該可以這樣參考 如果政府開放I-Fi 所有專業的院校給業界 進去收徒弟和教書 我覺得會對年輕人入行容易些 另外亦都對業界現在有人財方的問題 能夠馬上得到解決 就應該是業界多些去直接參與 就不是給予意見 現在年輕人是需要什麼 他可以開做小販 可以有個小販牌 可以開一間咖啡店 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畫畫 他可以學一件事 不是那些傳統香港懂得賺錢 而是跟年輕人未來創意 產業相關的技能 亦都不是黑板的生活 而我覺得最直接有效 就應該是發回小販牌 以及搞多些市集 因為你看到很多地方 就像東京、泰國等 很多地方都會做這些 為什麼要做這些 就是年輕人最可以失敗的地方 而那個失敗是 你可以爬起來 你知道做到醫生律師 真的很少人 教育上的基本觀念 比如說 國家文化的觀念 或者是 為什麼國家這麼重要 就不是純粹一個政治的理由 而背後有很多一些文化的背景 在這裡 的需要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我未來很希望 如何傳承中國文化 如何利用藝術科技 去令到年輕人 對傳統中國文化有興趣 再進一步有多些人才 去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中國故事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 可以做的